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誰會是下一個李克強?汪洋會中彈嗎? 庫莉 蔡奇 知名媒體人講述與蔡奇接觸感受 震驚!李克強背負兩個國際追查 李克強畫技的共青團罪行引發關注 歡迎您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11月5日 星期天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誰會是下一個李克強?汪洋會中彈嗎? 李克強突然離世 外界普遍認為是政治謀殺 很多人都在議論 誰會是下一個李克強?海外的李先生表示 在中共內部有這麼一些人 就是反習不反共 他們反對習近平 但還是保黨派 現在李克強走了 這個被保黨派拼命拽住的風箏突然斷了線 怎麼辦? 自然緊隨其後的汪洋就不得不又一次被推到了拳鬥的風口浪尖 直評人石山在經營論壇表示 很多人說 李克強死後現在最危險的就是汪洋 因為他是團派的 也是剛下來 而且他也是所謂的改革開放派 汪洋過去很多時候比較敢講話 他在廣東當過書記 在廣東做過很多的改革 跟李克強走得非常近 他的態度是刻意減少政府干預 放寬社會的一些民主 比如 他對廣東的所有社會團體做了一個改革 叫做登記制 而不是審批制 就是你成立一個什麼團體 不需要我審批 你成立以後 來我這登記一下 李克強上來的時候 前五年也曾經推過這樣的東西 石山表示 汪洋後來離開了廣東 進了北京 2013年進北京以後 就不再講這些話 不再講任何話 但是從他以前的這個施政經驗裡面 可以看出很多東西 他基本上是鄧小平的所謂改革開放派 也是團派裡面思想比較活躍的人 他是有意願減少政府控制 讓民間社會長大 讓市場經濟發揮自己作用的這樣一些想法 他很明顯是跟李克強比較接近 跟習近平現在整個推行的政策剛好是相反的 從這方面來講 他不被習近平進一步的重用 確實也是有一些原因的 酷利 蔡奇 知名媒體人講述與蔡奇接觸感受 流亡美國的中國資深媒體人趙蘭健5日在X上發帖稱 和蔡奇接觸很有距離感 那種由內向外散發的嚴厲令人無法放鬆 比較而言 蔡奇的多位手下更容易交往 趙蘭健說:「我能想像 那些我關注十多年的低端人口家庭的學生 在2017年的冬天是多麼惶恐 蔡奇能幹是為誰而幹 在爭奪北京這塊居住空間時 權貴和韭菜是對立的 而蔡奇們的能幹 是為了他們自己而幹 這也是權力被代表 邏輯被混亂 沒有選票的現實社會的必然 獨裁者只為自己利益而幹 這是中國社會畸形發展必然 發展成果越大 對社會傷害越大 中國社會的可怕 早已超出了小說《宗教》描述的魔幻世界 那裡的怪獸只想吃人 現在中國權力怪獸需要的是活人的器官 而這些器官移植領域的人和蔡奇是一樣的 越發能幹 對人礦和韭菜階層的破壞力越大 2018年初 我郵寄了4本《追隨》給蔡奇 2018年4-5月 慢慢平息了低段人口驅逐 不知道是否給蔡奇郵寄了書有關 上週李克強被暗殺時刻 有網友在我推下留言 說習近平利用了最兇險的蔡奇能幹 這對習近平來講是更加冒險 兇險的蔡奇會成為習近平未來的挑戰者嗎? 震驚 李克強背負兩個國際追查 李克強突然去世 研發各界震驚之餘 人們也開始思考悲劇根源 經濟學家 政治評論家張傑在X平臺上寫道 六四屠殺後 老師告訴我 只有加入共產黨才能改變他 當有法治思想的人在黨內多了 中共自然就改變了 他的話激勵了我 於是我投入了改革開放時代 後來我發現 真正被改變的是我自己 每天面臨靈魂的拷問 於是我離開了體制 多年後 我也曾勸一位有同樣夢想的朋友 他不願離開 李克強就是他的偶像 在李克強主政河南 遼寧期間 許多法輪功學員被迫害喪生 李克強在河南省長 省委書記任上 多次發表講話 要求鎮壓法輪功 在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網站上 分別有對河南省委 省政府李克強等人的追查通告 和對遼寧省15個城市不法分子的追查通告 其中說 根據江澤民在鎮壓法輪功中 實行的領導負責制和一票否決制 對李克強給予警告 保留對其作為責任人的追查 李克強的好友王君濤表示 他也看到追查國際的追查通告 他很支持做這件事 他覺得犯罪就是犯罪 是要承擔的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 網絡雜誌縱欄中國的總編輯 陳奎德博士告訴大紀元 李克強的悲劇在某種程度上 反映了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悲劇 他們原本以為通過加入共產黨來改變體制 卻最終發現黨內改變不了共產黨 反而被同化成維護黨的機體生命的一部分 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本質上錯誤 違背人性 必須退出歷史舞臺 陳奎德表示 共產黨是一個列寧主義式政黨 一旦加入 個人就無法擺脫黨的影響 因為需要維護黨的機體生命 他認為 共產黨的命運是退出歷史舞臺 而西方關於共產黨可以和平演變為現代憲政民主國家的期望是錯誤的 他指出 共產黨通過控制人的方法和意識形態改造 使個體無法發揮作用 共產黨的體制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 而是吸收了加入黨內的個體 總之 陳奎德認為 李克強等知識分子原本的期望是不切實際的 因為共產黨的本質不可改變 只有退出歷史舞臺才是出路 李克強去世 其髮技的共青團惡行引發關注 李克強的政治經歷引發廣泛關注 曾在中共共青團擔任多個職位 包括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全國清聯副主席 共青團是中共的附屬組織 用於宣傳黨的意識形態 特別是洗腦年輕人 北京一大學物理系教授對新唐人表示 在中國的大學中 各級黨團委控制思想 黨委控制教師的思想 團委控制學生的思想 團委還掌控重要資源 如學生入黨 平憂 選調等 通過這些資源控制學生 利用他們做信息員 也就是學生特務 監視老師和同學 學生因被洗腦 往往分不清國家和政黨的概念 到大學又被團委鼓動著告密 山中一所大學的學生對新唐人表示 因翻牆 查看新聞 受到團委的訓話和威脅 團委聲稱這是上面的命令 海外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 於2005年11月17日發布 關於中共利用共青團迫害法輪功的調查報告說 1999年7月 江澤民集團迫害法輪功以來 利用共青團的龐大組織 對青少年灌輸謊言和仇恨宣傳 通過煽動不明真相的青少年學生 參與反法輪功的運動 達到其消除法輪功信仰的目的 從中央到地方 直至基層 下達文件 層層部署 無孔不入 報告分多個部分 第五部分 部署各級共青團組織 參與迫害法輪功的團中央官員名單及犯罪事實 提到周強和胡春華等6人 2001年1月31日 在共青團中央全國青聯組織召開的座談會上 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周強誣衊法輪功 其要求各級團組織及動員廣大團圓青年與法輪功鬥爭的講話 為這場迫害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大才子李克強從政 譴責六四學生 和中共明日之星辭職對比鮮明 為敲門磚鋪上紅地毯 習近平的機會終於來了 機密軍與政 愛粗弊語言 凶殘危險 韓國人對朝鮮很無知 請點擊右上角觀看 感謝會員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分享您的見解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感謝您願意臨 我們先請ту詞wyn 指向人家 可思議 請退屎 請自騙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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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